炎炎夏日 在大陸最流行的宵夜 是這個冰啤酒配小龍蝦 你看到這個吃法忙得很 雙手得剝蝦殼 所以沒有辦法滑手機 這意外讓吃飯跟聊天 變得更專注 因此它被認為 是一種具有社交功能的美食 大陸一年吃掉98萬噸的小龍蝦 從養殖 撈捕到餐飲 它的產業鏈 總產值高達7500億台幣 開放新中國採訪團隊 來到了這個小龍蝦的大本營 江蘇的虛夷縣 觀察這個現象 那麼虛夷縣是在 江蘇省的西部 它有不少明朝跟漢朝 留下的歷史古蹟 73萬人口當中 平均每8個人 就有1個人是靠小龍蝦吃飯 大火快炒再加入獨特秘方 經過20分鐘燜煮 大陸國民小吃小龍蝦熱騰騰上桌 每年家人如果路過這邊 也會帶回家給我吃 這虛夷龍蝦不一直都比較有名嗎 從哪裡來的 從河北 河北寒丹 從河北到江蘇虛夷 足足有700多公里 相當於台灣頭到台灣尾 來回走一趟 就是要嘗嘗正宗小龍蝦滋味 一個月吃個四五吃吧 陶克兩隻手好忙好忙 專心在撥蝦 根本沒時間滑手機 因此小龍蝦也被公認 是具有社交功能的美食 去年的話就是 是169.1億元人民幣 今年肯定是會升的 然後因為現在吃龍蝦 非常的龐大一個人群 全大陸賣小龍蝦的店家 高達1萬7千多家 比麥當勞2400家 肯德基5300家的數量 多上3到7倍 庞大的市場需求 也讓小龍蝦之都虛夷 從默默無聞變身特色小鎮 我們虛夷是地處南北封建縣 環河和紅色湖的交會處 水好 氣候好 土壤也好 今天看到的這個稻田裡面 它種的水草啊 還有這個水質的調節啊 等等這些要求都非常高 所以出產的龍蝦品質非常的棒 2017年中國大陸的小龍蝦消費量 達到了97.95萬噸 市面上看到的小龍蝦 九成以上全都是靠人工養殖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在江蘇的虛夷 這裡可是傳說中的小龍蝦之都 明天都是兩點 兩點 兩點開始了下午 然後要到幾點呢 一般都是六點六點 七點一千元 就這個位置 一千元 每天撈一千元 一般撈龍蝦必須趁著夜裡趕工 因為等到天亮了 氣溫飆高 小龍蝦很有可能會被熱暈 為了講究新鮮快速 天一亮 小龍蝦就得運往大陸各省 產地直送 是為了確保虛擬龍蝦的品質 因為很多人現在有誤解 小龍蝦吃的都是亂七八糟的 其實真正的小龍蝦 在我們養殖的過程當中 應該是很精細的 這是我們小龍蝦吃的飼料 這個正規廠家的大品牌 採用蝦盜共生的模式 來養小龍蝦 龍蝦脫的殼成為有機肥料 不養龍蝦時 水田則是用來種稻 極致利用用囊 兼顧生態 在學宇宜 每八個人當中 就有一個人靠小龍蝦圍生 尤其每到產季 投入的人口更多 每天清晨六點不到 中盤商就來到虛擬 搶購小龍蝦 阿姨們的手忙著將小龍蝦分類 個頭越大 在市場上就能賣出好價格 這就是一兩箱上的了 這個箱最起碼是一兩四 一兩四 對 那目前它價格是怎麼樣 在產地價 價格在產地價呢 還不算太高 在38到40之間 但是市場上面就很高了 這個蝦的6到80塊錢一斤 近幾年小龍蝦身價水漲船高 從過去500公克10元人民幣 到現在500公克要80元人民幣 10年內飆漲8倍 在北京著名的宵夜街 一隻小龍蝦的價格 在台灣可是能買一個75元的便當 經濟價值驚人 也讓大陸養殖小龍蝦的數量 10年內增加了3.7倍 一年產值上看7500億 小龍蝦立大功 成為線下大陸陶客舌尖上的 當紅主角